关键在什么 关键就在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金融开放的问题 是不是 你金融市场还并没有完全充分的开放 那么尤其是 这个除了外资机构进入的问题 转业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资本项目 并没有真正完全的开放 所以呢 它对上海的 这个在全球层面上的这样一个竞争呢 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我在政经起立中间曾经讲过 那么 我的观点 地球村里边目前只有一家半在卖保险 就是美国 是不是 美国它替 它的货币是全球准备货币 所以它替别人承担了风险 然后欧元担任了半家 地球村里边200多个大大小小的经济体里边 绝大部分都是付出代价来转移风险 是这个是吧 都是付出代价转移风险 就相当于投保客户吧 地球村里边只有一家半 可以卖保险 开保险公司 咱们中国性质比较特殊 地球村里边最大的实体经济 是这个是吧 最大的投保户 因为各种事情投保 我们投保了多少 三万亿美元 最高峰的四点二万亿美元 问题就来了 假如哪天 我们真出事了 真有经济金融风险了 我们动用我们的三万亿四万亿外汇储备去找美国 开这个保险公司 要想开这个保险公司 就是今天这个话题 金融市场得开放 资本项目得适度开放 那么 为什么最近 我们都知道19年 尤其是进入2020年 那么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加速的 为什么加速 首先第一个原因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我们是承诺过的 承诺过我们会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尽快开放 但是20年了 刚才姚老师讲到 外资金融机构进来 他们有多少进来 大家生活中 你买股票 是通过外资投行买吗 你存银行 存的是外资银行吗 是吧 最多保险公司稍微有点 所以 这个事情 咱们要前半夜想想 人家 后半夜再想想自己 就是你承诺过开放 是吧 你要兑现 要不然凭什么 人家的门向你开放 开放是相互的 那么以前呢 我们是以那样种方式 刚才讲过的 那样种方式挂钩 但是呢 现在人家想象 跟我们脱钩 所以呢 我的理解 当然是我个人的解读 为什么在现在 这个时候开始加速 首先是20年前 我们承诺过的 第二个 当前中国政府 力推金融市场开放 在实际上 可能 再强调一下 这是我个人揣测 可能跟这个政治和战术 考量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前边特朗普政府 跟我们打贸易战 那么我们为什么 搞不定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以前 1992年到2016年之间 中美之间各种问题 都能搞得定 是不是 大家发现没有 所有的危机 不管是银河号事件 还是炸大使馆 还是撞了飞机 所有事情 全部是床头吵架 床尾和 两个月之内搞定 什么原因 这儿我抛出一个 可能又要是暴论了 就是因为 咱们上边有人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 全市核心圈 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 时间关系 我这儿都不多展开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张市长我看这个 讲得非常好 都是讲故事 所以我也讲个故事 那么 哎呀可惜这故事 今天全网直播 是吧 据说百万人在看 所以我得掌握一下 这个度 这不能把人给卖了 这么讲吧 2015年 上上次习总书记 访问美国之前 我们知道各个系统 都要在美国 帮他暖场 是不是 那么咱们的 党的某个系统 他在美国 帮他暖场的方式 就是舆论 舆论的话 就是习近平 谈自国理政那本书的新书 英文版 第一版新书发布会 放在美国 在他去之前 先搞一个新书发布会 帮他造势 那么 由谁来做呢 就跟今天一样 他们发现 说 狄东升 你这家伙比较擅长 又忽悠老外 是不是 因为他们看过我 怎么忽悠老外的 他们觉得现场效果非常不错 你来主持兼嘉宾 所以那次跟咱们今天 这个活动很相似 我既是主持又是嘉宾 地点呢 领导递下来了 说这个 谁谁谁 你们下周 下周礼拜四 下午三点半 去那个美国最重要的 政治与闪文书店 在那个华盛顿 肯尼迪克大街 2650号吧 好像是 去那边 专业书店 去那边办一个新书发布会 然后我们就一线赶紧去沟通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方 工作方式不一样 你临时抱佛脚 让我去沟通这个地点 时间 是吧 很麻烦的 结果那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接待不了 接待不了 后来我就问了 我说你告诉我 哪位作者 把这个场次定下来了 啥意思 天下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 是吧 如果一打美元搞不定 是吧 那我就 哎 两打 这个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方式了 结果 那么 结果呢 这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我不会告诉你 哪个作者 已经把这个时间段 给定下来 是吧 我们是有原则的 跟我非常傲娇 跟我很装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这哥们啊 以前是民主党人 莎士民主党人 以前做过住亚洲的记者 对我党 非常有看法 所以故意的不配合 后来我以为这事得黄啊 至少得换时间换地点 是吧 结果 哎 我们把矛盾上交嘛 让领导去解决吧 是吧 反正我 我是客串的帮忙的 是吧 结果到了礼拜四早上 哎 咱们这个 那个部的一位副部级领导啊 也是那天的 真正的kino speaker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爹啊 咱们按我方原计划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继续照办 吃完午饭我就赶去 结果领导到了比我还早 给我介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 按照我方原计划 得以顺利之行 就是因为 这个 我们今天这位工程 顺他介绍 一位大鼻子老太太 是吧 一看就犹太人 这个老太太给我递名片 我叫某某某 我这名字不卖了 是吧 我叫某某某 请多观照 注意啊 一口流利的金片子 北京话 然后我很惊讶 我说 哎呦您这个中文讲得比我还棒啊 我永远改不掉我的江苏口音 您这个一点口音都没有啊 是吧 老太太听我夸她口音好 啊得意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但会讲中文 我还有中国国籍 大家知道吧 你有外国国籍吗 你如果有外国国籍 你不可能有中国国籍吗 是不是 她这样的老太太 是不可能为了中国国籍 放弃美国和以色列双中国籍的 是这意思吧 我一下明白了 这是我们中国名老朋友了 是吧 然后这时候 这个 然后下边还有一句话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不但有中国国籍 我还有北京市户口 长安间边上东城区游套四合院 等你回了北京过来喝茶 是吧 这个这一年你在这儿有啥事 记得找我 意思吗 这点我照得住 然后我这时候看见这个前边很傲娇的 是吧 那个书店老板满脸黑线 安排员工排桌子排一着 很不情愿 被人强按着干这事 接着茬 是吧 我说 您怎么搞定他的 是吧 我们前面沟通沟通不下来啊 这个很傲娇的 老太太皎洁一笑 我跟他讲道理 大家知道这话来路吧 美国著名黑手党电影 《教父》里边的经典台词 把人家码头给砍了 是吧 谁人家被窝里边 当然老太太不是这个黑手党 老太太身份是什么 她为什么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为什么讲扣琉璃金片的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全球华尔街某著名金融机构 顶级金融机构的 亚洲区的主材 当然再说下去 可能政治不正确了 大家明白我意思吧 懂得掌声啊 好 那么其实呢就是说 说得白了点 其实呢就过去这个三十年 过去四十年 我们在美国的 它的这个 利用它全是核心圈 是不是 我前面讲过 华尔街在1970年代开始 对美国 它的内政外交 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 是吧 但问题是08年之后 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 16年之后 华尔街 搞不定特朗普 为什么 很尴尬 特朗普以前对华尔街 有过一次软性违约 所以双方有矛盾 当然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是吧 那么这个中美贸易战过程中 他们也试图帮忙 据我所知 美方的朋友跟我讲 这个试图帮忙 但是利有不歹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 拜登上台了 传统的精英 政治精英 这个建制派 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吧 拜登的儿子 被特朗普说 你在全球有什么 基金公司 发现没有 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 明白吗 这里边都有买卖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以恰当的方式 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 表达一个善意 我个人理解 当然这个 受限于我的专业基础 是吧 我们是从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事 那么我认为 有他的战术和政治的价值 在里面 当然另外一方面 这个 中美之间 开放本身 是吧 现在我们开放金融市场 许多人以为说 开放金融市场 你是不是 像人做了重大当铺 你开放金融市场 是不是 就是为了抱住 美国大腿说 哭着寒着 你别跑 是不是 别甩下我 是不是这样 为了不脱钩 能不能这么理解 我的理解 反过来 我恰恰认为 这可能又是个暴论 这个 恰恰认为 金融市场开放 恰恰是跟美国的 某种意义上的脱钩 我们开放金融市场 恰恰是某种意义上脱钩 那我再问大家了 为什么咱们有许多地方 被人卡脖着 大家知道这个 我今天 今天就中午 刚刚看到一新闻 人家发过新闻 咱们香港特首 林郑 现在每天 如果上街买菜 买包 买衣服 大家知道在干嘛吗 揣着一大把 一大把的现金 为什么 他已经没有 银行 银行账户了 他没法用credit card 没法用什么 什么这个金融支付工具 只能用现金去买东西 为什么 他被美国制裁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被美国制裁 为什么我们在金融上 支付上 是不是 跨境支付上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芯片上等等 还有软件上 等等会被美国制裁 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在底层的科学上 技术上 我们会被美国制裁 它背后什么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在这儿我想提出一个观点 就这个原因 恰恰就在以前的中美的挂钩方式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东北是很繁荣的 为什么 东北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根部 是不是 我们的大学是自己做底层的科学研究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独自存在的一棵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树 一棵树 它有自己的根 有自己的干 有自己的茎 还有自己的叶 有自己的花 当然比较小一点 相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世界市场体系 它的那个分工体系 你这个要小得多 力量要弱得多 但是你是完整的 独立的工业体系 中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 尤其是92年大规模 92年之后 我们大规模招商引致 是不是 所以东南沿海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东北衰落了 为什么 其实就是沿着这个盖的中部咔嚓一刀 把上边的直接架接到 它的那个根壳盖上去了 你看吗 那个能量很大 那个市场很大 所以迅速的繁荣 迅速开花结果 我们今天都在享受这个决策的成果 我们每个人都过得好了 但问题是 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战略都有它的代价 是不是 这代价是什么 我们原先那个根和那个枝干 就是什么 枯萎了 所以原先我们有两三百家 做芯片 做光刻机的这种 全产业链的企业 这么多枯萎了 因为你进口人家成功的 更小的 更高科技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的软件就不用开发了 你用人家的这个软件 不就比你更好吗 大家明白吧 所以以前我们融入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我们是赢家 但注意 这是有代价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 恰恰是这样一种融入方式的 必然的代价的表现 那么以前的融入是 我们在FDI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你来我这儿开场 举双手欢迎 然后贸易 我们俩充分地开放 但是金融不开放 是吧 资本项目就是 Portfolio Investment这块 刚才丁老师讲到的 这块是不开放的 由于此前这样一种 相互融合的方式 所以使得 我们其实是在什么 你可以说是寄生 你可以说是嫁接 在它的那个体系上 一个职务 是不是 它是有代价的 那么数字季投 这些年 股票主要涨 主要是什么 数字季投 发现没有 后金融危机时代 过去这12年里边 涨得多的公司 这个股票价格 资产价格上涨厉害的是谁 阿里 是吧 就是三马嘛 是不是 三马带头 还有其他一些数字科技 挣了中国 市场很多钱 是不是 非常有谈判力 非常有谈判地位 非常有定价权 他们的资本增值 在座各位挣到了吗 你们在炒中国股市的时候 能挣到钱吗 挣不到吧 那么主要的利润在哪里 那部分经济变革 所带来的资本升值 主要体现在哪里 纳斯达克 是不是 这就是原先 我们跟美国挂钩的方式 所以美国说 要跟中国脱钩 我觉得这个事 不是什么坏事 是吧 我们要的工业化 已经实现了 它现在要脱钩 是不是 我觉得正中下怀 当然 美国要脱钩了 把咱们这边 有一些 对这个逻辑关系 对在里边 内在的底层逻辑 搞得不太清楚的人 给吓着了 是吧 那么 所以我认为 开放金融市场 其实是以后 我们中国人存的钱 直接在上海的金融市场 在深圳的金融市场 转化成资本 转化成投资了 我们的储蓄 直接转化成投资 而不是转化成外汇储备 放在美国国债 欧洲国债 日本国债里边 而是直接放在 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中间 然后全球的金融玩家 过来 在这个市场里边 把它转化成什么 投资 大家明白了吗 那么 从这个逻辑上来讲 等到我们金融开放搞成 未来 咱们炒上海的股票 深圳的股票 赢钱的机会 会大那么一点点 还是有限的 那么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 大家注意 大家别觉得金融市 虚的东西很重要 金融和教育 和高科技研发 它们其实都是 那棵树的根 那个根 我们要种在 自己家院子里边 重新生长出 自己的根来 那你说 你这个开放 你不还是 让老外进来 赠咱们钱了吗 大家注意 这个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们的企业 是去人家那儿上市 是遵守人家的规则 是不是 主要是人家的投资者 来从我们的企业中间获利 而我们 现在是什么 是种到这家院子里边来 规则 什么时候浇水 什么时候晒太阳 是由我们来定 所以这个主导权是不一样的